同時 我真的希望看到體育署 針對這一次的賽事好好檢討 不要把球員當成是比賽的工具而已 每次都要用他們的愛國心來打球 他們基本的給他們的條件 激勵他們的方式是什麼 沒有 好 副主長你請回 謝謝你 好 今天要討論的教師待遇條例的 施行細則的這個爭議 部長 我們好不容易在教師待遇條例 我們通過了 而且我們在委員會裡頭 我們也幫私校爭取了一些權益 好 他們的待遇是比照共立學校 本來你們是用德 我們把德拿掉了 準用了 好 我們現在發現 教師公會他們來跟我們陳情 其實我們的教師待遇條例的施行細則裡頭 我們偷偷的又設了一個巧門 私立學校教師之職務加級 學術加級級地域加級 知己數額不得低於本條例 制定公佈前之數額 也就是說 你只要在這個條例公佈前給多少 我只要不要低於他就好了 所以現在是不是很多學校都在減薪 減薪減少這些加級 這個部分可能教育部你們要去了解 高校公會也具名 哪一個學校 大華科技大學 他們已經來陳情了 甚至打了兩則 那未來他們就用這個標準 也符合我們的這個即將要施行的 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所以我們這個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現在都還在擬定 我們不能變成這些私立學校 減薪的巧門 對不對 我想跟委員報告 其實施行前後的要求都是完全相同的 他即使還沒有施行 他也不能夠片面的來降低 對教師的權益 這個部分本來就 像大華的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教育部已經開罰了 那他如果不改善的話 他未來會影響到他的獎補助款 這個我們會落實來執行 獎補助款是學校 那問題是影響到這些私立學校教師 他們未來的職務加級 所以我知道 所以如果他要回覆 他要回覆 所以你這一條 所以施行細則的那一條文 是有問題的 所以有問題的 所以你們再去研議 你們再去研議 那個是有問題的 另外 大家都非常關心 這個 我們教育部的官員 退休以後 到私立大學 擔任職務 特別是校長的職務 我想問一下部長 你明年可能會離開部長這個職務 你有沒有計畫要到私立大學擔任校長 我會回政大教書嗎 我剛才也跟 這段期間有沒有開始有私立大學跟你談 希望你去擔任他們的校長 沒有 那未來如果有呢你會答應嗎 我會回政大教書 就是你不會接受私立大學的聘約 擔任私立大學校長的職務了 我還會在政大教很多年書才退休 你在政大教書 你其實也可以在私立大學當校長 我想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規劃 你不會明確的回答 可以 好 我現在指出 我現在的資料 我們總共有34所私立的大學的校長 是從我們國立的大學的教授 甚至是我們教育部的官員退休去擔任的 也就是說他領了我們教育部的退休金 然後又到私立大學擔任校長 總共有34所大學 好 這裡頭有什麼樣的問題 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開始來檢討了 大家會質疑啊 我們每一年講住私立大學那麼多的卓越計畫 為什麼私立大學要請我們這一些 教育部的退休 特別是有官職的 擔任他們的校長職務 有利於他們跟教育部申請經費 申請卓越大學的計畫 有沒有這個問題 我想教育部所有的計畫申請跟審查 我們會確保公平跟公正 這個部分這是教育部的責任 我們會確保這件事情 好 我必須再點名喔 至少現在 現在這34所私立大學裡頭 就有兩位現任的私立大學的校長 是由我們的教育部的 常務次長跟政務次長退休的 這兩所學校啊分別在 104年 領了卓越計畫6千萬 另外一所領了5千萬 在這裡 那您說都沒有關聯嗎 因為所有的專案審查都是專家審查 其實連教育部我們也都沒有參與或者是干涉 部長 我當然同意這個沒有違法 因為學校即使是私立大學 它也不是什麼盈利團體 但問題這期間啊 牽涉的利益太龐大 太龐大 牽涉到私校的利益非常非常龐大 所以部長我認為啊 你要以正視聽啦 至少你今天應該要很明確的講 為了要度悠悠之口 為了要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 教育部應該嚴禮相關的旋轉門條款 因為我們教育部每一年要補助非常多的私立學校 那透過評鑑的方式嘛 那你這個要如何讓人家幸福 我自己的教育部的次長 去擔任這個私立學校的校長 然後他又領到了我們更多的補助 那你叫別的學校校長要不要跳起來 這期間沒有問題嗎 我想那個權序部跟人事總座都在引你 那個軍工教人員轉任的相關的辦法 我們支持這個修法啦 好 部長 我建議你們快去研擬相關的制度 看能不能 就我們的教育部的官員轉任私立大學的校長 這一個旋轉門 你們去弄一個條款出來 好不好 我們會來跟權序部研究相關的法律問題 不然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未來的私立大學 他會在每一次每一個學年度裡頭 拼命的去挖腳 包括部長 你也有可能是會被挖腳的一個熱門人選 好 以上 是 謝謝 接下來請正麗君委員發言 好 主席麻煩請部長 前吳部長 是 我也好 部長 本席在審查明年度預算的時候提案 是 提了33個案 請我們國立大學 每個學校來努力擴大這個弱勢生入學 是 那部長你也同意說 這個希望鼎大 是 這個105年度明年要達到2%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的 是這個教育的反重分配 從升學裡面就發生了 是 因為很多研究都指出說 這種競爭式的入學 尤其是考試競爭 跟這個社經地位落差是有正相關 最近又有新的統計數據 研究成果已經出來了 所以剛剛部長你回答 蔣乃馨委員你說 很多學校認為說 這個考試競爭也是一種公平 部長 這是一種富人間的公平 有能力成為競爭過程的winner 彼此間透過這個遊戲規則尋求公平 但是我們今天講的是 這個社會不正義啊 這個入學制度本身透過彼此的考試 就讓社經地位落差者 他不容易進去啦 部長這個原理在這邊 所以不要混淆兩者 三種公平觀 我們現在講的社會結構的公平正義啊 那所以我當時指出的例子就是說 我們的弱勢齁 念私立技專是22.1% 結果這個是102年的資料 但是咧 我們現在在看新的資料 103年才一年之內咧 這個私立技專已經膨脹到24.2% 上升2%啦 然後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公立技專下降啊 所以幾乎都往這個私立技專跑 越來越嚴重啊部長 所以我們現在啊你們做的這個起飛計畫 是針對頂大希望讓他們多一點機會進去嘛 但是我請問部長你2%怎麼算 就是我們由各個學校報出來的名額 來他包含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跟特殊境遇家庭的子女 你的這個弱勢包括低收中低跟 特殊境遇對不對 但是部長本席在6月跟你們要中低收入的資料 到我最近咧 這個是本週三啊 又再去要你們這個資料 你們告訴我 高教師跟統計處告訴我 手上沒有中低收入戶的入學統計啊 你們沒有這個統計資料 你們怎麼定出2% 怎麼定出2%的 所以今天回答前面委員全部混淆 全部混淆 沒有我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這是我們要求的標準嘛 那各個學校他們在 我們給的各個學校有目標 你們自己都沒有統計資料 怎麼會定得出來 所以咧 我現在就質疑啦 這2%你是不是虛應故事啦 部長你來看我給你一個圖啊 來 這個是我上次後在這個 預算審查的時候 我有提出來 我這個資料是低收喔 低收入戶啊 我說當時的台大 都不到百分之零點 不到百分之1啦 百分之0.5左右啦 最高的清大 我稱讚的清大 百分之1.3啊 欸這個是低收耶 中山大學 百分之1.59啊 這光光低收就這樣子啦 那你又加了中低收 加這個弱勢2% 這根本是不是不用做就可以達到了 也沒有如果從數據上看起來 今年是做到1.5 那部長你沒有數據 你怎麼會有1.5 你們告訴我手上沒有統計資料 然後我進一步再去 這個了解了齁 這個招生委員會說啊 他們102年度才開始統計 中低收 所以時間太短 沒有統計上的意義 所以不對外 所以你們根本沒有資料 你訂這個數字 我當天還蠻高興的 部長你願意承諾來做這個 這件事情 但是顯然你這個2% 要不就是已經達到 所以你可以說 105年度馬上可以做 要不就是你隨便抓一個數字 沒有一個嚴謹的研究 所以我這邊再要求部長 你們回去把低收 中低收 特殊境遇所有的人數統計出來 然後告訴我 他們現在入學的狀態 各個學校 尤其是我們關心的國立大學 在這些數據上面 他們各是多少人 我們才能夠相信 教育部定的目標 是有意義的 否則剛剛我們 這還要委員問說 要幾年才會達成 我就覺得說 這個教育部都在混淆 都在是不是在虛應故事啊 給我們一個根本就是可能 光光低收 你再加中低收 再加特殊境遇 說不定就已經很多學校就達成了 所以 你在補助給他錢做什麼 我覺得教育部 不要這樣子敷衍這個議題 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一個問題 不會我們會認真對待 好請你什麼時候把數據給出來 我再給部長看喔 你們同仁在問的時候 我給你看一個 首爾大學近三年來招生制度的變革 12年到14年 正規招生就是考試入學 區域平衡早期招生 就是向我們的推增 一般早期招生像是我們的推增 區域平衡早期招生就是這種 擴大弱勢入學 按照這個競爭的 按照面試的喔 已經達到24.6%了 這就是首爾大學 他們的入學制度的變革 強調不是只是擴大弱勢入學 他們強調認為說 透過鼻子考試進去的學生 不足以反應未來的創造力 所以對大學本身並不利 這是最新的教育理念 所以不是只是社會公平爭議 也是教育品質 因為未來的人才 不是透過鼻子的競爭的 你同不同意 首爾大學韓國我們印象裡面 跟台灣一樣 國立大學很少 升學很競爭 但是首爾大學做這樣的改革 已經達到將近四分之一 是不是透過競爭是入學的 我希望部長好好做一個借鏡來思考 可以嗎 趕快把數據給我們 兩個禮拜以內把我們提出來 這個會期 對 好接下來我要問這個 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 部長我們當時好不容易17條 得準用改回準用 私立學校的這個職務加級 學術加級地域加級得準用三條 這個得準用這三項 跟公立學校來準用 結果你們現在給了一個 這個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意見調查表 到各校啊 裡面把你們的草案揭露啦 請問你第十一條第二項內容是什麼 你的內容是什麼 來我唸給你聽啦 第十一條第二項你的內容是說 私立學校應訂定加級之知己規範 其項目給予條件依公立學校教師之規定辦理 所以你的準用呢 私校準用功效呢 你是針對項目跟給予條件 我現在回過頭來請問部長 教師待遇條例第十七條說 前三項準用 這個前三條準用功效指的是哪三條啊 十四條十五條十六條 職務加級學術加級地域加級 請問法律裡面講的所謂職務加級包括什麼 部長 包括學術加級職務加級跟主管加級 職務加級學術加級跟地域加級 包括什麼各包括什麼 你唸一下十四條 十四條其職務加級之給予條件及知己數額啊 條件跟數額啊 部長有看到嗎 十五條學術加級學術研究加級之給予條件及數額啊 十六條地域加級之給予條件及數額啊 結果你的草案裡面所謂的準用 只針對項目跟給予條件 請問數額跑哪裡去了 這個事情在立法院的附帶決議裡面 不是這樣子決議的 我們是遵照立法院的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那請問母法法律文字是什麼 請問附帶決議跟法律哪一項未接高 我們尊重立院的決議啦 那請問法律不是立院定的嗎 你們的決議當時是你們提出來的一個巧門嘛 我必須承認啊委員在這邊疏忽啦 你們提出一個巧門違反母法 你現在的這個草案啊你說符合決議 但是你違法 部長你知道你違法嗎 十四條十五條十六條很清楚的是 給予條件跟數額都要準用 十七條講的準用就是前三條都要準用 結果你現在拿一個草案沒有知己數額啊 然後你說符合決議 部長你如果包括項目條件跟數額 就是又不違法符合法律又符合決議 因為決議講了兩項但是你給三項並不違反 你聽得懂這個邏輯嗎 但是你如果只符合決議給兩項 你就違法了因為法律說要三項 不過跟委員報告 第十四條它後面是講說 由教育部依各級學校組織層級及職責程度擬定 然後報行政院指定 第十七條哪裡 第十四條很清楚的 私立學校職務加級學術研究加級及地域加級 各校準用前三條規定辦理 部長你這麼嚴重的違反法律違反母法 然後你今天還要在這邊硬喔 我們好不容易才剛剛取得共識的 教育部大專漏洞 大專的不是法律漏洞 是決議的這個漏洞啊 然後公然違法 我在這邊非常不能接受啊 你準用一半一半不準用 這叫準用嗎 我建議如果委員這麼關心的話 你現在詩情細則還沒送進來 我給教育部一個機會啊 你們最好回去修改 否則這個詩情細則到 要委員會來備查 只要我在我就不會同意備查 這是好不容易朝野協商出來 大家把得準用改回準用來立法 所以才會造成剛剛黃國書委員講的 已經先降薪了嘛 因為他們跟你們講好了嘛 數額不用包含在裡面嘛 所以咧為什麼高教公衛今天要質疑 這個教育部官員轉任私校當門神 這就是巧門的案例啦 我跟委員報告 部長你聽我講 為什麼高教公衛這樣質疑 就是造成不僅在所謂的未來的所謂的補助案 可能當門神 更重要的是你們的立法跟制度面 就會袒護校方 而這樣的貪污對學生不利 對老師不利 今天我們學著說這些卸任官員到學校 也許可以帶動學校 是不是可以提升私校 對學生有利 結果相反 結果立了法 定了制度 因為你們兩邊關係良好 所以不利 所以這個不僅 不只是說選長們的問題啊 而是把官僚 帶進了學校 然後呢 教育部偏談校方 沒有考慮到學校是三個主體 這是嚴重的地方啊 所以我今天兩個要求 第一個部長 教室待遇條例適應細則 草案能不能修改 我想那個我們所有的作為都是依法來執行 依法 部長 法律請你唸一遍 主席我要 是不是可以請時間暫停 請部長法律唸一遍 依法 你既然依法 請你第14條唸 第到第17條請你唸一遍 第14條是講說 公立學校教師兼任主管職務及公立中小學教師 擔任導師與特殊教育有關之特定工作者 其職務加給予條件及知己數額 有沒有包括知己數額 有 你要唸完最後一句嘛 你最後一句要唸完 他最後是講說 由教育部依各級學校組織層級 及職責程度擬定 報行政院合定 部長來 這條法律講的是說 你的職務加給就是要包括 給予條件跟知己數額 然後呢 他依照給予條件跟知己數額定出來之後 報行政院合定 但是不是你可以把施行細則 就把知己數額拿掉 所以他連知己數額以後都不用報你們啦 你懂不懂法律啊 委員如果對這個條文的文字 覺得他不夠清楚的話 我建議你 不是這個條文的文字 部長 我跟你嚴重抗議 這個非常清楚 法律寫了 包括知己數額 然後之後報行政院合定 但是你們現在的這個施行 這個細則裡面 連知己數額都不見了 知己數額的部分在第17條有清楚的規定嘛 就是說私立學校在未與教師協議前 不得變更知己數額 這在17條有非常清楚的規定 我們目前也是這樣執行 部長你不要再混牙了 17條的前面兩句話是說 私立學校教室之職務加幾 學術研究加幾 及地域加幾 各校準用前三條規定定定 準用前三條 所以包括14條 包括15條 包括16條 14 15 16裡面非常清楚 包括給予條件及知己數額啊 他現在的文字是 各校準用前三條規定 所以你的給予條件及知己數額 都要來訂定之後報行政院合定 但是絕對不是可以解釋成說 可以准用知己數額 不准用 可以准用給予條件 不准用知己數額 部長你如果今天要在這邊硬拗 這樣解釋法令 我跟你嚴重抗議啊 扭曲 好啦部長那個啦 事情細則 的確啦 還需要在廣大各界意見啦 好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來跟各界來請教 你用你的施行細則 來卡姆法 違法 違法的施行細則 是絕對不可能在立法院被查的 立法院職權刑事法非常清楚的 來被查的法案 第一個立法委員 就是要檢查有沒有違法 你抵觸法律的施行細則還想送進來 然後今天在這邊繼續曲解法令 希望委員來聽從你的曲解法令 好 你是在看清委員啊 我們會請法律專家 部長請你尊重立法院啊 我們會尊重立法院的舉例 謝謝 好 我請部長這個承諾啊 這個要求回去修改這個施行細則 目前我們還在公平的結論 我們會繼續來征詢大家的意見 因為你現在那個草案跟母法的精神啊 太不一致啊 有那個問題 好 我們會來繼續征詢大家的意見 所以我在這邊喔 剛剛黃委員問的 部長你卸任後會不會到私校 你剛剛已經有表明你不會去私校 因為你剛剛說 你會支持選轉門條款的修法 但是我希望部長你們立一個典範啊 因為選轉門條款公務人員服務法第14條 三年內不去相關的這個單位啊 那這個你不去 你們的次長會不會去 我想那個我們大家都依法行事啊 你剛才才特別強調這件事情嘛 大家都依法行事 法律都你解釋的依法 我想現在沒有人會相信 吳思華的依法是真的依法 因為法令可以任你解釋啊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鄭委員 好 接下來請陳碧涵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有請吳部長 你有偏袒學校而忽略其他兩個學校的主體 也就是教室跟學生的權益嗎 當然沒有 剛剛對鄭委員的指控 你是不是應該要有具體的說明 我希望你今天回去之後 對鄭委員今天所說的任何的一個要求 或者是認為你沒有做到的事情 你應該要清清楚楚的回應 可以做到嗎 當然 好 我想啊 教育的反重分配現象 這個議題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為我覺得教育是給我們階級流動的機會 本席的家庭就是從一個電農的家庭 轉變到今天我有機會能夠在大學擔任教授 甚至還有機會可以到國會來反映民意 來為民服務 這都是因為我受了教育 我在這個教育的過程之中 我受到很多制度跟系統性的一個協助 還有更重要就是我的老師的幫忙 但是呢 曾幾何時我們的高教擴充 我們雖然學校不斷的建立 但是弱勢生向上流動的這樣的一個管道 卻沒有疏通 這個現象是讓我們很憂心的 事實上我想大家都知道嘛 因為我們不像在國外 在國外民校大部分都是私立大學 他們的州立公立的學校 基本上它是用公共性的角色 在賦予這個教育的這個流動 私立學校也播出了相對的名額 可是在台灣不一樣 我們的民校基本上是公立的 是國立的 而國立的呢也才有資格拿到我們的國家的資源 私校就必須靠競爭性的計劃 那所以在這個台灣的現象裡頭 我們國立大學它的公共性的角色跟責任 是有必要真的要去檢討它 可是本系認為啊 這個不管是貧窮階級 或是學歷的世襲這個問題 不能只是從高教這個階段來看而已 因為事實上 在這個國教的階段裡面 我們要去開始強化它的這個浮落的措施 譬如教育資源的分配 現在我們在城鄉落差 我們偏鄉教育 我們現在很努力的去檢視它 它需要什麼資源 甚至它的老師穩不穩定 而且呢在國教階段 我們要確保它是有效的學習 現在我們做了很多的補救教學 可是這個補救教學呢 並沒有因為我們這麼在做 學生的理解跟學習能力就被改變了 好我覺得這個都是現階段看到的 第三個呢本系是認為 我們要無時差的導入教學工具系統 跟它的學習環境 就像數位學習計畫一樣 你在都會區 你在偏鄉地區 你要把那個環境建構 你要把那個教學工具 甚至老師如何使用教學工具 來做教育翻轉 這個都是很大的工程 而且要避免落差 那這件事情呢我覺得 今天我們在講大學入學的 弱勢生的名額要提升的同時 其實我們還要花更多的時間跟力量 跟資源來做高教階段 部長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把它放在計畫裡頭 是 好那我也是認為啦 其實現在入學方式 繁星個人申請跟考試分發 都沒有給弱勢生比較好的保障 這個是結構性問題 我也同意你今天的報告上面 你說我們現在不僅是要給這個經濟的輔助 還要透過透過入學設計 學習輔導來提升弱勢生的這個入學的比例嘛 這個講的都對 但是內容是什麼呢 內容本習是認為 像你入學設計 你要打破那個找 考招的結構 最重要你要增加弱勢名額的名額 我不管你是外加還是內韓 這個名額必須要 還有就是因為現階段這一群學生 在我們偏鄉教育弱勢教育 還沒有真正的改革之前 他們的學習表現的確是比較不理想 所以他們的入學門檻有必要要降低 這個降低是意識性的做法 當我們如果把教育的那個學習力 有效學習普及以後 當然這種降低入學門檻的現象 就可能可以去掉 但是目前是要 那我也很認同 那天在預算的時候你說過 要建立學生的學習歷程檔案 那的確是一個追蹤觀察學生 平時學習表現的一個最客觀的東西 而這個建制我那天也提到 學生如何去建制他 老師如何去解讀他 這裡面還有很多是老師的評語跟學習指導 也會在這個資料系統裡頭 這都必須要去好好的去思考 不要又置入更多的不公平 或者更多的人為主觀 那至於學習輔導裡面 我想部裡面 我覺得那個 那個學習能力跟應用能力 這個強化補救這是要 可是現在我要加上一個 也就是本習在博士論文做研究的時候 我的主題就是從文化資本理論的角度 去看影響學生學習成就表現的關鍵因素 那個研究發現裡頭 其實影響學生學習成就優劣 最重要的第一個他的文化資本 他本來即便他是弱勢生 他也有他自己的優勢的文化資本 這個一定要保留 可是同時要透過刺激 學習讓他新增一些新的文化資本 這是屬於社經地位較高的人 才擁有的獨特文化資本 這就是他缺乏的 因為他缺乏 所以他沒有辦法用同樣的語彙 在這個社經高階的社群裡頭流動 我覺得這件事 另外一個真正影響的關鍵因素是 他的社會資本 我們要擴大他的社會資本 我們要利用系統跟制度來擴大 這個是包含什麼呢 人際網絡 也就是一個弱勢生他進到學校裡 他能夠學習成就很好 是因為他知道資源在哪裡 所以說那個資源的管道要知道 還有他的指導教授 輔導教師跟他的同儕 必須是一個支持的學習系統 而這件事情 我們在現在的這個教育改革裡面 我們雖然學生輔導法是通過了 但是我們的學生輔導法 重心都不是在做文化資本跟社會資本的強化 所以我想這件事情 就是人際網絡包含輔導員、教師、同儕 還有資訊管道的暢通 他要知道任何的資源是從哪裡可以得到 然後他要得到資源的時候要沒有障礙 其實這件事情才是真的 他的弱勢生可以改變他學習成就的一個地方 那部長你都有聽進來了 部長你都有聽進來了 是 我都聽到了 您的意見我都非常佩服 那我現在就是要請教育部反省 在2012年12月底 本習有針對這個弱勢生的問題 我提出我們要有個台灣版的公費留學 這個留是兩個留字 不但要像留學 而且他要流動 所以那個時候是說 我們要拨用大概100個名額左右 我們折優給他每個月生活費 讓他不要打工 然後他這個畢業之後 他用他的專長回饋社會 這件事情當下部長是同意的 而且那時候有答應在第二年的8月就要施行 可是這件事情一直到現在我沒看到 而我看到教育部有更多的精英 精英學習計畫 而且這個精英學習計畫 每個人每個月還可以拿到3萬5 比我講的22K都還要多 我們這個精英都可以做 為什麼弱勢生的這個公費留學 都沒有辦法提供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個部長 一個月我那時候也沒有奢求 我說就用22K 你如果教育部募款還做得更多的話 你可以2萬5、3萬 讓他不要打工 然後再加上你現在 每個大學裡面的學習輔導 學有學辦計畫 共同來做的話 其實一年要是100個學生 他們畢業之後 回饋回來的這個輔助的力量更大 那我覺得這是可以做到的事 這個現在我看到你所有的精英留學什麼 就沒有是為那個弱勢生打造 這件事情 部長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那個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那個起飛計畫 其實就是這個精神 它就是有一個特殊的管道 讓相對弱勢的學生 用比較低的成績可以進到這個學校 然後我們有補助這個學校一些經費 其實就是希望他能夠增加他們的獎學金 那經費多少 我們總共補助了 每個月多少 我們總共補助了學校一億多 不是 我是說他用什麼方式補助 他有沒有讓他每個月有生活費 各個學校的做法當然不完全一樣 不過像那個清華他們其實 那個賀成校長昨天才說 他們總共募了兩千萬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相信那個各個學校也會去募款 來配合教育部的補助款 給這些學生更大的支持 好 這件事情 我希望要啟動 現在有幾個大學可以做典範 開始作為帶頭的領頭羊 但是我們要鼓勵更多的學校 尤其像私立大學也應該要鼓勵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弱勢生 往往他如果要到大都會來 他學習適應是有困難的 還有現實面就是 他可能要在家裡就近照顧家庭 他要扮演很多的角色 所以我那時候在103年3月24也提了案子 就是各縣市的公立大學 一定要提出一定比例給在地生 跟在地的弱勢學生 讓他就近入學 這個主要是進一步去落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的那個區域整合以及弱勢拔憂的目標 這個名額比例呢 今天我們招委安排這個議題 我希望你回去不是只是入學結構 我希望真的是每個縣市都有公立大學 在就近入學 他不但入學 他還可以就近照顧他的家庭 其實我們都可以了解這些孩子 你只要一點點的關心跟系統介入 他就可以翻身 而且他自己翻身 他還可以照顧他的家人 那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功德 那今天我還有一些大學入學制度來不及 改天再請教 我是認為今天其實教文委員會的委員們 其實都對教育部期許很深 這中間或許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 但是部長還有所有的同仁 你們一定要去想到你們對國家賦予的使命 我們精益求精好不好 是 委員這個意見我們目前正在積極演你 我們希望盡快落實 是 好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請高金素媒委員質詢 謝謝 有請部長 是 委員長 部長好 你剛從藍嶼回來對嗎 是 上禮拜我去 是 藍嶼的校長還有老師 應該提供你很多原住民學校的問題 跟意見 對吧 是 是 好 我覺得呢 自從上一次 我一直追蹤原教法裡面的所謂失資的問題 是 那教育部給我的答案都是在縣府 然後你們只是監督 然後似乎找不到一個方法 或者是一個對策 怎麼樣來對現實政府 我覺得今天我們好好討論幾個問題 是 是 部長 你知道原住民有幾所 高中是原住民教育法所規定的重點學校嗎 有幾所 抱歉 27所 好 屏東 藍嶼高中 台東 藍嶼高中 還有宜蘭的南澳高中 這三所都是在三地鄉 而且原住民學生比例都高達了九成以上 是 可是 都是縣立高中 是 本席這兩個會期在教育委員會 不斷地質詢原住民的重點學校 師資不足的問題 不管是師醫師或者是國教署經常回應我 就是有礙於地方政府啊 我們會加強督促啊 可是部長你應該很清楚 原教法之所以沒有辦法落實最大的原因就是 地方政府裁員有限 加上選票的考量 導致部落的學校都是代課老師 所以針對重點高中的部分 本席在這邊要要求部長 我們針對屏東藍嶼高中 台東藍嶼高中 以及宜蘭南澳高中 這三所位在三地鄉 而且學生比例都高達了百分之九成以上 都是縣立高中 本席要求請我們的教育部直接接管 改為國立高中 你覺得有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願意來研究了 好 謝謝 謝謝部長您今天的回應 那麼至於怎麼樣的把它落實 我們再找個時間 我們一起再來討論好不好 好 那現在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我們原教法通過了對嗎 可是我們有很多的問題其實沒有辦法去落實的 我舉一個問題 各大學要設置原住民學生的資源中心對嗎 是 在原教法裡面規定 部長您來自於政大的校長 對嗎 您知道嗎 你那政大有三百多位原住民的孩子 可是 政大一直都沒有成立所謂的 所謂的資源中心 因為過去政大有一個原住民研究中心 那他們其實也承擔了這個原住民資源中心這樣的一個角色 是這樣子嗎 因為我們原住民研究中心也是由學校來